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会有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所以说你到第一阶段就是有1 2 3 4 这个第一阶段我们不能坚持很长时间 练个1到2个月感觉自己特别舒服了 我这回拍有点感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1和2 1和2的这一个回拍动作 然后变成这个2才是长期我们要练的 1只是短期 因为1 2 3是你把动作一直分解了 动作分解主要就是让你们更明确 我这个回拍应该怎么做 就是让你们正确的一个方向 好 回到某一个时间段你们感觉熟练了 那我们就是要长期坚持 就是1和2 1 2 就是要把这个动作衔接起来 这个是长期需要练 这样慢慢慢慢我们练到这个第二种方式 1 2全部衔接练起来之后 我们的这个动作它就会连贯起来 就不要一直长期去练这个1 2 把动作分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 网球走和架拍挥拍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网球走和架拍挥拍是有关系的 网球走是怎么得的 就是长期用这个动作打球 打球不测身 因为你不测身变成你这个挥拍的时候 击完球之后它没有一个卸力的方向 为什么我们挥完拍要有一个收牌 收到这个左手边 那就是让球卸力嘛 如果说你没有测身 打比方 你这么退 不测身这样打 你的走长期有这一个动作 那肯定是受不了 你又想发力 对吧 不只是后场 我指教的这个经验当中 很多平抽 或者是往前封王的时候 也是会很多这一个动作 这个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会让你们的走会非常难受 所以网球走和架拍挥拍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测身架拍 然后挥完拍之后要有一个卸力的点 你长期这样的话 你走肯定是很难受的 第三个问题 左手要抬高点吗 这个我之前也是有说过了 左手我们是不需要特意去抬高的 我前面这个架拍的环节我也说过 这个左手它是随着你的身体的惯性 还有身体的结构 我们正常架拍是这样架拍 左手的大臂和肩膀 它是形成一个高度 然后这个小臂是有一个90度 如果我们是往前的话 是这样 后场球都是从高到低落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弓背准备的 我们弓背一准备的时候 你们看它是很自然的 就会朝上 算是抬高的左手吧 我们不是说 就让我们特意去这样抬高 不要特意 我们是因为有架拍的这个动作 然后只是弓背蓄力准备的时候 这个左手会在上面 这个是很自然的 好 接下来就第四个问题 拍面应该朝哪 朝外还是朝内 这个我在架拍的环节也说了 我们的这个架拍的时候 拍面一定要往内 不能往外翻 为什么不能往外翻呢 你看我们架拍 拍面往内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打球 肯定是先转挺拍 然后我们才会去击球 我们每一个转体影拍的时候 你看我这拍面 它是朝着左右两边 它是在蓄力等着我 小臂内旋 带动手腕 这样去击球 如果你们的拍面 如果你们的拍面是往外翻的 我一爪伸的时候 你看我的这一个拍面 它是在这一个方向 我的小臂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已经冲前了 我前边 这一个往内的时候 我的小臂 是这一个方向冲前 我内旋转正 小臂 拍面 正好 它是正的 可是如果我的拍面是往外 然后我一转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方向 已经是正了 然后变成我打的时候 由于人体的结构 变成我这样打出去的之后 由于挥拍的速度 变成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会切拍 所以好多人拍面 往外打出去的球 都是这样去切的 大多数都是这样去切拍 所以我们的拍面 一定是要往内 不是往外 现在世界雨滩 或者是之前的 像林丹林中伟 陶飞等等 他们的拍面都是往内的 所以这个拍子 它应该是往内 还是往外 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们架拍的时候 拍面 一定有一个稍微往内的一种状态 当然也不要太多 也不要往外 第五个问题 挥拍老式切拍 怎么办 挥拍老式切拍 切拍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好多人挥出去的时候 都这样挥 都这样挥 小臂是没有动的 变成你长期挥的时候 你是这样挥 挥习惯挥久了 变成你打球全部是切球了 全部往那里切 因为你拍面这样的话 我不用去解释 球肯定是往那里 不然就打到岗 因为球没有一个角度去打 你的拍面和角度是非常大 球就可以去打 所以很多人会切拍 所以在挥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挥拍挥错了 你们后边的路是非常难走的 所以为什么回拍一定要回对 所以我们到3的这个阶段 小臂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他一定要内选的 他一定要内选转阵之后再去击球 或者是再去回拍 这样才不会形成切拍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一个小臂是很重要 一定要内选转阵拍面 接下来就是第六个问题 刹球和高远球击球点一样吗 刹球和高远球的击球点是不一样的 高远球的击球点是在这一个位置 就是在你们的头的上方的一点点 或者是在你们的这个右肩的上方一点点 刹球要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靠前一点 为什么 你们从镜头里面看 你们就看得出来 这一个点是很难刹下去的 我们的这个手腕刚好到这个点 我们不可能特意去压腕 特意去压腕很伤手腕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移动到球在这一个方向 这个时候正好我们手腕到这个时候 往前的时候 正好到这个时候是最好 最舒服的一个发力的点 然后也正好这个手腕是在往前往下走的一个过程 这样刹下去的球才会够肩 然后还能保证球不下往 所以击球点是不一样 高远球是在这 刹球是在这稍微靠前面 接下来就是第七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第七个问题 变成上边是我们的直线 然后我们就直接打 如果说你长期一直往前看的话 变成这个走就往前变成这样打 所以变成你打球的时候你就会这样打 如果说我们抬头往前变成这样打 如果我抬头往前变成这样打 你不抬头往前变成这样打 你不晃球到最佳位置 你直接打 如果说你一晃的时候最佳位置 你要打的时候你一晃它已经掉下来了 然后你又再打 变成很多时候你的走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样去打 所以这些坏毛病尤其是晃球排是常见的 这一个是与毛球最继位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第八个问题 什么是内旋发力 其实这个内旋大家只要关注在这一个小臂就好 好 往身体的这一侧 我这么一声啊 往身体的这一侧就叫内旋 往身体的外侧这个就叫外旋 好 所以我们的小臂当有一个往内的一个动作 往内转的动作 那叫做叫内旋 当小臂有一个往外转的时候 那叫外旋 好 一般正手都是内旋为主 好 一般外旋都是用在反手为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区别 第九个问题 手指是挥拍前握紧还是挥拍后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手指还没挥拍前是放松的 然后我们是在小臂内旋 带动这个手腕的时候 这一个点是需要一个加速发力的 我们一加速发力的时候 变成手指一定要抓紧 然后再进行手拍 所以是击球那一瞬间的时候 我们再抓紧 好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一定要抓紧去拍 不然牌子就飞到对面的场地了 对吧 再来就是 让你的球 啪 更加的稳定 利用你这个手指手腕的 这一个瞬间 加速发力再抓紧 让球的落点更加的稳定 然后更加实 更好的控制方向 不让它乱飘 如果你是放松 你有可能你的拍面 会朝着 朝那边的球乱飘 你握紧那一瞬间 啪 那个球 正好击打 那一瞬间的时候 那球的稳定性特别好 角度也控制的特别精准 以上就是关于 这个下拍和回拍的 这个疑问 这个下拍和拍摄